這層就是它的傷身效果吧 然後我們再打一個這個 比較甜酷一點的項鍊 黑色櫻桃 哈囉大家好我是Mia 歡迎來到Mia的頻道 今天呢是一集你們敲完超級久的 穿搭的分享影片 那今天呢我總會分享 七套完全不一樣風格的衣服 然後如果我就是還記得 它在哪裡買的的話 我就會告訴你們 然後如果我還找得到連結的話 我都會貼在下方的資訊欄喔 那我們就開始吧 那這裡有個痘痘好煩 首先呢我要分享的第一套的話呢 是學院風 然後呢我拿的是一件擺摺裙 擺摺裙真的就是學院風的標誌 然後上面的話就是一件 短板的一件Polo上衣 然後它後面這邊的話是有做一點鬆緊的 然後這是我在蝦皮上面買的 這邊還有做一個鞋的 扣子的設計 然後這個扣子是真的可以打開 它不是做裝飾 所以它其實也可以是當外面的一個罩衫 擺摺裙的話是我在洞區的一間小店買的 我印象中它好像叫做A-Study喔 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 這件擺摺裙版型我自己很喜歡 它穿起來就是很A字 然後也不會擺著那邊鼓起來 然後裡面也是有自帶內裡的 那我們就上身看看吧 反正呢我自己是這種愛抱的這件白折裙 它版型超讚 然後呢它的白折很深 然後這裡也不會鼓起來 我很想要去買另外兩個顏色都買了 可是我衣服太多了 所以目前還在考慮中 然後腿看起來超細 這樣子呢就是這一套的上身效果啦 就是一整個很學院很乖巧的感覺 那我們就可以穿個那種白色的中長襪 然後呢搭個小白鞋 往個滿尾這樣就超學院 我再一下這雙鞋給你們看 下一套呢是一套比較休閒 但是又比較就是有點帶甜辣風的那種感覺 上衣的話呢是這一件 它是一個綁帶的黃色的格子上衣 然後整個顏色就是很清新 然後很夏天的那種感覺 可以兩穿 它可以穿圓領也可以穿平口 布料是比較有這種折皺綿麻的這種感覺 很舒服 這件價格是五百五百八好像 然後是我在就是也是東區後面的一間小店買的 裙子的話呢我是搭這一件牛仔的刷破褲裙 它裡面的話呢是有做牛仔的一個安全褲 然後這個我不太確定是我在哪裡買的 這種藍色的牛仔裙 真的就是一個很百搭的品項 所以我覺得應該是每個牛仔都要擁有一件 藍色的牛仔裙 大概就是這樣這樣就是他們的上升效果啦 這個的話還可以穿平口的圓領的 再來呢第三套的話呢是一件這個麻花的針織上衣 然後這是廠商送我的 你們可以去我的IG天文看看 我就是有標註他們的賣場 然後這件我是覺得材質滿好的 他們價格也不貴 這件好像三百多而已 很復古甜妹甜辣風的那種感覺 再來呢是這個 然後呢它是有做這個雙排扣的設計 它是有那種外車線的感覺 就是把車線車在外面的那種感覺 最近很流行這種 上面就是做那種有點包臀A字的感覺 然後下面做白折裙的 這個顏色是有點那種喜舊的黑色 這樣子呢就是它的上升效果啦 然後我們再搭一個這個 比較甜酷一點的項鍊 黑色櫻桃 下一套呢是一件Puma的這件 長版的一件水藍色上衣 我自己是覺得它顏色超好看 然後我是在Puma打折的時候買的 我記得 所以這件我不知道現在還有沒有 但是就是只要是長版T恤都可以啦 這件褲子的話呢就是一件很休閒的 反正是一件很簡單的抽繩運動褲 是在H&M買的 這應該是不太會下架的一個產品 因為它就是很基礎 所以你們如果想買的話就可以去H&M買 但是其實這種版型或是這種 樣式的褲子到處都有買 然後它整體就是一個比較 比較休閒慵懶的風格 很好就是你們有很多人很喜歡 還有錢 哈哈哈哈哈哈 你東西啊 哈哈哈哈哈哈 好沒有關係我要說就是 如果這一集的流量很好 如果你們很多人喜歡看的話 我之後也會出一系列管傳大家的影片 只是看你們想不想要看啊 想要看的在下面留言加一 超好笑我撿到錢欸 然後它感覺是被轟過的錢 還是假超 這應該是真超 不然就是已經被丟到洗衣機轟過的 然後它居然沒有爛掉 穿起來大概就是這樣子 然後你們可以這樣子穿下半身時裝 因為就可以挑一件比較長的T恤 然後我自己是很喜歡穿下半身時裝 可能就下面戴一個小白鞋 綁一個包包頭 好的我剛剛非常的蠢 就是我剛剛下去 然後呢我就非常順手直接脫了衣服 然後我就換了下一套 這件上衣的話呢 是我在蝦筆上面買的一個 加兩件式的籃球衣 這件我是很喜歡 我已經有了三個顏色了 但是它的材質沒有到非常的透氣 可是我自己是覺得真的超好看 然後超級休閒運動風 然後我搭配的褲子跟上一個 是同一件的褲子 可是我就是會比較喜歡穿下半身時裝的感覺 再來呢現在它是比較 小乖妹的那種感覺 就是吊帶裙就是一個很乖的代表 這個版型就是比較乖一點 然後這個是我在蝦皮上面買的一件 好像三百多塊 可是我覺得它品質沒有到非常好 所以你們就上網自己找 或是你們家裡有什麼吊帶裙 白色吊帶裙都可以 然後這一件是我很久很久以前 在Net買的一件衣服 大概有一兩年前買的了吧 是針織緊身的那種上衣 然後彈性很好 我自己很喜歡這一件 因為它顏色很柔和 但是又很活潑可愛 穿起來呢大概就是這樣 對 可是我會建議你們可以再穿一個褲子 因為它這裡其實算很空的 我穿比較短板的衣服 就會看到容易可以走光 然後這樣搭一個小白鞋就好了 我是覺得這套還蠻可愛的 最後一套呢我選了一套就是比較海邊一點的那種度假的感覺 我配的是一個中長裙 然後這件是我在Net買的 前陣子才買 所以現在應該還是有的吧 我不太確定Net換的 換上這樣的衣服的速度 這一個的話呢是我在蝦皮上面買的 然後它是兩件套的 一件外面的這個罩衫 然後一件是裡面的一個小的 鬆緊的一個小吊帶 上寬下衣寬就會顯得非常的休閒啊這樣子 他們就可以拿一個這樣子的手提包 然後就很好看 頭髮可以放下來 或是綁一個包包頭 那我們今天的七套不重複風格穿搭 也就差不多分享到這邊結束囉 如果你們對穿搭的影片還有興趣的話 都可以在下方留言告訴我 我之後都可以拍一系列有關於穿搭的影片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啦 大家掰掰 掰掰 如果你也想成為下一位爆紅創作者 請打開下方資訊欄連結 一起來投稿吧 有人有誘引擎 設置 我們會有誘引擎 我們會有誘引擎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